沈州18号城组三名航天员 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 已经是在轨工作了一个多月 并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从4月26号进驻中国空间站的 沈州18号城组航天员 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 目前身心状态良好 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 正在稳步推进 航天员们几天前在问天实验舱内 开展了水洋样品采集 和鱼饰和更换等操作 发现4条斑马鱼在微重力下 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 旋转运动 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 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水样 鱼卵等样品 结合斑马鱼空间运动行为视频等 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 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沈州18号航天员城组 在5月28号执行首次出舱任务时 空间站小机械臂肘部相机 记录下航天员夜光复进行舱外巡检时 以蓝色星球为幕的绝美影像 经过大约8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 沈州18号乘组航天员夜光复 李聪 李广苏密切协同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 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 舱外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 此次出舱时长是最长的 沈州18号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 单次出舱活动时间记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